经销人赶到现场 要救出受困在货车里的妇人 只见她表情痛苦 脸上鲜血直流 消防队员赶紧将人台上担架 送一急救 车上的一名阿北带上呼警 脚上也抱了好大一抱 竟然被台上救护车 而车祸发生在二号清晨六点多 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 发生一起三车追撞车祸 一辆货车开到一半时 突然故障卡在马路上 而后方第二辆乡行车 进击刹车差点撞上 正当驾驶要下车放三角追时 第三辆货车从后方高速追撞 导致货车上的夫妻党受困车内 警方赶到现场替两名驾驶进行酒测 证实双方并没有酒驾 但这一状除了造成八十岁驾驶 进骨骨折 富人多处擦伤 还让快速道路上的交通大打街 许多上班的民众都卡在马路上 只是突然遇到车子出问题 还是有SOP可以保护自己 避免追撞 驾驶多留心避免意外发生 只是没料到车子故障 也会造成连环追撞 让前方驾驶好无奈 大叹实在又够倒霉 记者侯宇祥台北报道